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来到西林市这边的一个美食厂 然后呢 现在要来尝一道美食 看到这个牌匾呢 多么豪卖啊 守届青海地方特色 名小吃啥呢 牛奶 鸡蛋 牢骚 到底长什么样呢 大家先去看一下吧 有酒不呀 这就是花色的鸡肉 太满了 这碗太多了 这碗呢 是那个什么 牛奶鸡蛋 牢骚 是用牦牛奶做的 为什么用牦牛奶做呢 牦牛奶 它说会比较纯香 它还加了那个果仁呢 然后这上面铺成薄薄的芝麻 这碗也才十块钱 感觉挺实惠的 现在摸的它有点烫手 我先来尝一下这个 这个呢 还是要热的喝好 鸡蛋花呀 嗯 有酒香 就你的米酒香 它这种牢骚呢 跟我们那边米酒一样 都是由糯米酿成的 然后它表面那层芝麻 就更香了 就外面下的雪 天气那么冷 来到这里喝一碗这个感觉 特别的暖味 我们来再看一下 这一热 然后这个一冷 这个是果仁酸奶啊 它颜色啊 不知道为什么它是有点黄黄的 本来是因为发酵 然后它上面有这种葡萄干啊 听那个人说这种是樱桃干 然后这个杏仁 巧克力果 这个颜色特别的诱人 这一碗呢是十块钱一碗的 先尝一下哈 哇 这果仁 看 那这个酸的呀 它也是由那种牦牛奶做的 亲爱的牦牛奶做的 牦牛奶做的 哦 这是纯熟过的 没有任何 就只能够现做现吃 哦 现做现吃的 其实像我们之前 呃 自己在家做的那种 手工酸奶的话 就用普通牛奶做的嘛 就做起来特别的酸 但在这一种呢 不会特别的酸 吃进去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但那层脂肪的香味很浓 可能真的是毛牛奶 真的是比普通的牛奶更加的营养 然后更加的醇厚一点点 然后这个酸奶再配上这些果仁啊 也是就更加的美味了嘛 不这样的搭配嘛 也许着整个酸奶提高了一个层次 变得比较更 变得更加的有营养 真的是色香味俱取 这个好好的口感 请继续关注 正有感觉 跟我一起探索西游居里 搭配更多的美景点 美食 那怎么做的 这样我們不要 mistaken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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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